好,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叫挤出法 那叫挤出法这个东西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正式一定这样叫 只是我曾经看过人家这样讲 那似乎用这个方法来描述 这个字来描述是比较恰当 那所以如果你听到别的名词 也不用觉得太例外 就是同样的方式 同样的方式他用不同的名词描述 那这是可能 那挤出法呢 基本上可以分成点挤出 线挤出和面挤出 那以我们的例子 因为我们做3D的时候 大部分都会用面挤出 去挤你要的样子 但如果你要做一个很细致的 比如说人脸 你可能就会用线挤出的方式 好,那到底什么叫挤出法呢 来看一下 如果你用点挤出就从这个点开始 然后呢,按1 然后它就会让你滑鼠游到哪里 就延伸到哪里 那如果你是线挤出的话呢 就是选一条线 然后把它挤出 像这个就多了一个面 线挤出就会变成一个面 点挤出就会变成一个线 那面挤出就会变成一个体 立体 好,所以这个是选一个面 把它挤出来 那这样子做有什么用呢 我们来 待会会 会给一个很经典的范例 好,我们可以切成两个视窗 进入编辑模式 按A全取消 然后选取面模式 准备开始挤出 那你挤一下 它会变高一点 把它平移 旋转或缩放都可以 那你按F12 就会做这个成像 那待会我们要建一个玻璃杯 这个玻璃杯是那种高脚杯 就是喝酒的那种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最简单的挤出法的用途 那各位可以一边跟着操作 待会我就直接继续建玻璃杯了 所以就中间不要再停顿 这样会断掉的感觉 好,OK 现在我进入这里 请注意要进编辑模式 你按Tab或者是选这一个都可以 我按Tab进入编辑模式 按A全取消 然后呢 我选点的话 我用点挤出就会变这个样子 看得出来 那你可以继续挤出 就变这个样子 继续挤出 我不要按Ctrl Z 回到上一步 那我如果选线挤出 按挤出就会变这个样子 再挤出就变这个样子 那当然我不要 就按Ctrl Z 我可以选面挤出 选面 然后按E 你不只可以挤 而且可以把它移动 再挤 缩小 再挤 放大 再挤 OK 你这样子可以挤很多东西出来的 像这个有点像烟囱 对不对 那看你要挤什么东西 你就想象它的形状 然后想象我下一步应该要往哪 放大还是缩小还是移动 还是怎么样 就还是挤出 大概重复这四个动作 就是挤出 放大 缩小 移动 这样子的动作 那这样子 你心里面一定要先有那一个你要挤出的东西的那个那个立体感 你挤出来才会是你要的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真的来挤一个玻璃杯看看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影片 好我们要挤一个玻璃杯我会从一个立方体开始挤 那我会先把杯盖去掉 那就是先挤出一个玻璃杯然后再把杯盖去掉 为什么就像上次房子一样 如果你没有把底部去掉的话 那你的房子是实心的 那如果你把杯盖去掉那杯子就变空心的 所以呢 你可以把玻璃杯挤完之后呢 把它放一个桌子的版面 这样看起来不会玻璃杯飞在空中的感觉 好那 最后把玻璃杯设定为玻璃材质 这个我们今天还暂时不去处理 玻璃材质比较复杂 好我们今天做到就是说 一个玻璃杯的形状出来 先做到形状就好 好那从一个立方体开始 然后呢玻璃杯我用这个立方体当那个玻璃杯的杯盖 可以装水的那部分 然后我选它的下面的面 下面那面而且要用面挤出 所以我这边呢是选面 然后呢我挤出一小块呢 当那个玻璃杯的 装水的那个底部 那个层东西的那个地方 然后呢缩小 把它缩小 缩小你可以看到这边缩小 那缩小到适当的 已经够小的时候 因为它做高脚杯嘛 所以那个角是很细的 好接下来再按挤出 按1去挤出 挤出之后它会 看你要挤多长 然后再来 再挤出一点点 挤出到一个很够长的地方 接下来再挤出一点点 要当杯的那个 放在桌子上的那个杯座 好 那再挤出一点点 之后把它放大 这个杯座就出来 好 放大之后再挤出一点点 因为杯 杯座最底下那部分 有点厚度 这样会比较好看 好 那再挤出来 OK 好这样子 一个方形的玻璃杯 看起来就差不多了 但是玻璃杯 不可能是方形 所以要做一些修饰 好 第一个 请你先去掉玻璃杯的顶盖 这样子才不会变成一个 一个那个哑铃 如果没有去掉顶盖 就变哑铃 把顶盖去掉 然后呢 去掉完之后 请你选这个工具的这个modifier 好 然后呢 选Subdivision Service 选那个多面画 Subdivision就是进一步的多面画 分割 那分割完多面画之后 你就会发现 它外框还是跟刚刚一样 但是里面呈现的形状 已经变得很 比较细致 那这里呢 是 Subdivision的层数 目前设定一层的话 就感觉方方的 一格一格 设定两层就会蛮细的 设定两层之后 再把它光滑化 就会变得很细 如果你设定成三层 基本上它就很细了 但是还会有点隔状 把它设成平滑化 就会很漂亮 现在大致完成这个玻璃杯 按T呢 选那个Shedding的Smooth 那这里按Smooth 然后呢 它就变得很光滑 然后呢 这就是一个玻璃杯的形状 但是材质还没设 那这是玻璃杯的形状 那最后你可以把这个Modify 你觉得这样都OK了 就把这个Modify按Apply Apply就用上去 那就不能再改 所以在你还没确定之前 千万不要按Apply 不然的话 你后面就会 就会没办法跳 好 那这里你可以再帮它 加一个桌面 加一个桌面 让玻璃杯不会飞在空中的感觉 那这里你会发现 如果桌面没贴好的话 它就飞起来 所以你尽量调整它的位置 让它跟桌面贴起 不会玻璃杯飞起来的感觉 好 那这个我们大致上呢 就先做到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操作 我把原本这一个删掉 那我切到正视角 而且我们用Proportional的模式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在这边 我新增一个立方体 Shift A 然后呢 新增一个Cube 好 可能不需要那么大 缩小一点 好 先看看相机照不照得到 好 照不到 好 所以 这个 啊 下来一点 好 照不到 我们看一下角度 我 我 切 两个视窗 那 这一个视窗呢 我用相机视角 来看 真的照不到 好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 顶面 好 为什么照不到呢 因为这个玻璃杯 不在原点 它在很远的地方 好 这样就照得到 再切回正视角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放大一点 这样子再来做玻璃杯会比较好做 好 好 那我稍微再把这边 好 抬高到这里 好 这时候呢 我们要进入编辑模式 选这里 Edit Mode 就可以 按A取消它 那这时候我们要 选择面模式 请注意这里 面模式 那这里我选 会选到它的 它的这个视角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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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面 我不是要选那个面 我是要选下面那个面 所以我稍微 转一下 选它 OK 好 回来这里 那 我按E 挤出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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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按S 把它缩小 缩小 好 再按E 再挤出 你觉得这样够不够细呢 如果不够细的话 可以再缩小 好 那再挤出 再挤出 再挤出 OK 要挤到哪里 看你觉得 那我现在觉得 我大概要挤到 这里 有点长 这个玻璃杯真的很长 那 不要那么长好了 看起来怪怪的 好 这样就好了 再挤出 好 这时候呢 我把它放大 按S 好 这样 OK 再挤出 一点 1 按E 好 这样子 这个玻璃杯的形状 大致上就好了 我把这个玻璃杯 尽量移回 原点 按一下F12 你会看到一个 方方的东西 那这时候 接下来我们就要 按Tab进去 修改面 那这个面模式呢 我把上面的顶面给拆掉 我按S 选择Delete Face Delete Face 好 接下来呢 你在照的时候 会发现顶面没有了 顶面没有 好 那 如果你觉得光线不太好 那你可以选择 这个世界的环境光 0.2 大概就够了 好 这样光会亮一点 好 那 接下来 我们这个玻璃杯 就要进入一个 重点 就是你要把它多面化 多面化的时候 请记得 先看你现在是什么模式 你要在 在 物件模式 去多面化才对 然后选Subdivision Surface OK 你会看到现在我们的view呢 是一层 Render是两层 view的话就是说 你现在看到的是多面化几层 几个 第几层次的多面化 那Render是在你跑图 按F12的时候 跑图的那个 是第几层次的多面化 所以我现在呢 虽然是一层 但是事实上我跑图的时候 看到的是两层 好 那所以呢 我现在可以再按一次 OK 这是两层 那再按一次呢 就变三层 OK 那你觉得两层的还是三层的 好 这里有一个取舍 就是 我不一定越多层越好 但是 你要觉得够 足够 让它够平滑 就可以了 那如果两层够平滑 就用两层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我现在先 还没平滑化的结果呢 会是这样 但是我如果把它平滑化一下 诶 其实看起来或许也不错 似乎两层可能就够了 不需要到三层 但是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缺陷 缺陷在哪里呢 在这个飞角的地方 你会觉得有一格一格的感觉 就是这里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可以接受就接受 不能接受的话 你就按3 这个都选3 再按一下 这个杯角似乎就没有那种一格一格的感觉 那差别很细微 所以不一定 每个人都看得出来 好 那我们为了保险起见 我还是做三层 这三层 那这样玻璃杯就做好 那做好之后 当然你可以把它加个桌面 好 那我们先回到 好 view 这里 正视角 好 弄小一点 我们加一个桌面 按shift a 按plane 把这个plane放大 那切 这一个plane呢 这样看不准 我们切到顶视角来 ok 这样可能好一点 ok 看起来 好 有点飞起来 而且你可以看到玻璃杯的阴影 玻璃杯投射到平面的阴影 看得出来 那再回到正视角来 放大一点 你会发现玻璃杯浮在空中 其实是地面比水平还要低 那按g 上来一些 再上来一点 再上来一点 好 这样子 按F12 这样玻璃杯看起来就很稳固 ok 好 那当然现在还不像玻璃 那就是一个杯子 酒杯 看起来算很稳固 ok 我们先看到这里 先看到这里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颜色很不好 你可以换一下颜色 换一下颜色 选这个材质 然后呢 让你的玻璃杯 比如说我让它变成这种浅蓝色 然后再选地面 再选一个材质 让我的地面呢 比如说变成是这个 绿色 绿色的地面很奇怪 上面有个玻璃杯 ok 那这样按下去 ok 你可以看到 比较有颜色的结果 但是当然不是很漂亮 要漂亮的话 必须要贴图 那之后我们会教各位什么贴图 那先做到这里